我正想问你新能源股 看到昨天有些光伏股相对好一点 有些二三线一点 有些龙头的升幅相对小一点 你会怎样看 你刚才也提到会继续看好新能源股 如果选择应该是选择一些 之前也可能要炒一些龙头的 只是近期回回 还是不如选择一些小的 两者都可以 但如果你问我 我会倾向于选择龙头的好一点 龙头始终你说 因为每天路上都真的安全一点 还有有时如果你选择大市的气氛 真的比较好的时候 当然啦 小小的那些 弹弹也特别厉害的 但当然基本面就差一点 但大大小的那些 起码你买下去都安心一点 我理应你选择这些比较好 因为始终也有一个大方向 就是说 我想现在选择 每天路上应该选择一些 跟一些政策 就是我们说监控的那样东西 可能那个关联到 越小的关联到越好的 而且这些政策扶持的板块 就是正式扶持的板块 还有我们真的应该按道理 都会挡很多资源进去 继续做这一份 所以它们的股价落下一些 其实现在反而是一个 我觉得是可以保护的时机来的 所以大家要想要买的话呢 反而这些我觉得可以考虑 不过真的要困住 因为刚刚好今天的市况 突然间移动下去了 那变相之下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 今天可以考虑一下 看看有没有股份 如果你说 刚刚提到的那些大大小的那些 你叫它的价格 多少下来的 你买得住货 先这样 嗯嗯 但是你自己心里会不会说 哪几只呢 还是我画面的那几只都可以 我也会觉得大的 因为坎复和这个叫封电 其实两者 我相信那个商机都会相对比较大 而且这些都可以考虑的 我估计跌了这么多 就是顺着股价这些 这些位置 还有真的有时候这些 这些股份很有趣的 市场可能差也好 亦是一升 这些可能相对 我会觉得直播一些 甚至乎刚刚提到 好像农元这些 你说现在今天跌3% 好像刚刚提到100% 你说这位 护下都无防的 而且都比较前 比较大支持我这些 你拨去不穿的话 我觉得这位是直播的